頭戴鴨舌帽穿著一身潮服 藝人王彩華老公 戴著直播穆德的30萬 贈災款項現身花蓮 被爆出偷吃女員工 心情並沒有受到影響 你至少要拿出個證據 不是說誰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至少要做個查證 他那個報紙上面的官員是你 我們公司的員工 現在還在紙嗎 在紙 在紙 其實彩華姐從頭到尾都知道 你先想好這個東西 你不OK 那這樣的金額你不OK OK的話你再確定下標 勞工開創直播事業 王彩華除了親自上陣 還在臉書分享 不管勞工賣的是國具機 還是開運小金爐 王彩華通通捧場 結婚十一年 王彩華卻被爆料婚片 勞工疑似背著他和女員工偷吃 出軌的對象年約二十八歲 曾參加模特兒選拔大賽 身材較好 也曾經出現在直播鏡頭前 但王彩華駁斥勞工出軌 根本是沒證據亂爆料 強調女員工是有付薪水的員工 怎麼可能亂來 我很相信緣分 就是一個朋友介紹然後認識 就很投緣 又覺得她很幽默 然後後來發現她很孝順 又一個很有責任心 很肯拚的一個人 臉書上王彩華頻頻曬出 跟老公的恩愛照 結婚十一年生了兩個女兒 大媒人竟然是土地公 我當時覺得蛤 是真的這樣嗎 開始又拔下去第二杯 也又太杯 連沙拉的太杯 我老公跪在那邊 我就站在旁邊我就說 好吧 那我們結婚吧 開玩笑說 老公是拔杯來的對於傳聞 王彩華低調回應 兩人爭吵難免 老公則是手機停畫 臉書PO文 我很好 謝謝大家關心 兩人銀光目前婚姻形象 幸福美滿 這回十一年婚姻爆出偷吃疑暈 震驚各界 記者 廖文玲 文綺 花蓮報導